說在岸邊有一個很酷的獵人 叫做鐵鉤獵人 鐵鉤耶 其實我們有時候衣架 不是就跟鐵鉤還蠻像的嗎 壓力圓斷 所以它可以勾到什麼 大哥 你這在搞什麼啊 你又伸手一下去 你看這邊 所以鐵鉤是要怎麼樣 是直接勾住它嗎 你看它還有這樣子凹 它在瞧那個角度 它就是把那個洞有沒有 任何的角度這樣搓… 搓進去 鐵鉤獵人這樣的稱號 會不會太可怕的點啊 搞得好像開堂手捷克 還是德州電巨殺人狂 之類的恐怖電影 不過說真的 看大哥在這裡東搞搞西弄弄 還真是讓人猜不透 這比人還高的鐵鉤 到底是要列什麼東東咧 我之前去那種山上啊 部落什麼的 那列人是滿多的 可是從來沒有用鐵鉤 這邊挖的 我現在拿出鏟子了 現在鏟子跟鉤子並用啊 現在挖的這個東西會咬人嗎 我很怕被咬 會咬人 大哥好感喔 明明就講說這個東西會咬 就是害死 你看完全的就是伸進去 也不怕 碰到 碰到 碰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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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不是會咬人嗎 大哥 但是他有技術 他有個技術 他有個技術 好緊張 喔 小心 被咬到了 又咬到了 又咬到了 被咬到了 他說他要回去了 他說他要回去了 你要回去了 那我怎麼辦 我不是為了你 他先試一次 大哥你不要再被咬了 他先試一次 我剛剛完全就是被大哥嚇一跳耶 我說大哥你也幫幫忙 鐵鉤獵人明明聽起來就很Man啊 怎麼一被咬到你就喊著要落跑回家 你可不要跟我們開玩笑耶 雖然我是勇士 但是這鐵鉤我可是一點都不會耍 而且感覺這個獵物好像還蠻兇的 你這時候要是真的落跑 那就太沒意氣囉 大哥說他好像有碰到東西喔 因為他剛剛這樣被咬了一下 天啊 好勇敢 塗手要挖耶 大哥他是會從這個洞跑出來嗎 沒有 他會在 他會在洞裡面 一 對 因為用手的把它拉出來 然後用鉤子來拉出來 所以大哥 又在把那個鉤子 往內伸的背進去 就是把那個鉤子拉拉起來 把鉤子拉拉起來 哇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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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螃蟹的蟹腳耶 是 哇 天啊 兩隻蟹腳 都在手上 看這個熬啊 其實它不小隻喔 熬蟹腳 大哥現在是要用手嗎 對 因為熬蟹了啦 熬蟹 熬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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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母的嗎 熬蟹耶 哇 我要摸哪裡啊 熬蟹耶 你看 抓到了 原來這個鐵鉤勾的 就是紅樹林裡面的螃蟹 因為這些螃蟹 可是天生的挖洞高手 用這樣的鐵鉤列 既方便是入洞中 又不用害怕手臂蟹熬攻擊 是不是一舉兩得啦 現在我們又發現了一個洞耶 等一下 你們看 你看 很大隻耶 都是它的熬 它看什麼 這麼粗吧 它夾住了 它夾住了 它的熬 你看它熬是這樣子 熬是這樣子 而且不曉得是因為它在土裡面 還是怎麼樣的關係 它現在 這會被咬到啊 大哥 這會被咬到啊 太扯了 阿娘 真的是看到鬼 沒想到這隻細細長長的鐵鉤 竟然能勾出這等怪物 真的是要立正敬禮 再次證明大哥是對的 小弟 真的是有眼不是泰山 看來這鐵鉤獵人的稱號 還真的不是隨便說錯的呢 你們有沒有看 那這個又是什麼蟹啊 我們咬一下 剛才那隻跟這樣的同類的 是同類的 那隻比較小的 大的時候就像這樣大 這是最近它是最大的了嗎 你咬一下嗎 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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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比這個還大 這個只是大概 你要放著 這個大概八顆而已 放著它不會跑嗎 是一公斤半的 大哥你這樣子手放在這邊 因為它不會這樣子夾你嗎 這樣沒夾 還安全這樣 你看看 手掌 不要太高興 你們剛剛如果看到 它夾那個鐵鉤啊 沒有在客氣的耶 而且它是紫色的嗎 那是嗎 你忘了嗎 它被紫色的 好特別喔 像它類似一樣的刮 你現在抓好 不要太靠近 他們 那個 那個 救命啊 我不想被夾 它應該有 就是我兩個手掌攤開來 就是這麼大耶 而且它很特別 熬紫色的 然後它的頭 又是紅色的 那特別的地方是它的那個背部 它的殼 是墨綠色的耶 所以它會一直變換顏色嗎 大哥 對 它們雖然已經黃色了 對 而且如果再來的話 它會退殼 退殼了以後的話 再重新新的殼就會變成這樣 真的是太大一隻了啦 絕對可以在第一等排行榜上 佔據前三名的位置 而且聽大哥說 要是夠厲害的獵人 這種尺寸的螃蟹 一天做個兩三隻也不是問題 不過大家應該也跟我一樣好奇 如此巨大的螃蟹 吃起來會是什麼滋味咧 三針海味 螃蟹駕到 你看看這個螃蟹 有多大 我的烙田 比我的臉還大耶 可是問題是 我要怎麼吃它 不敢 來 它弄給你看 它示範給你看 它現在要用了 準備好了沒有 好 好了嗎 好 我沒看 不用 不用 用什麼工具 你放開 我的天啊 你看它剛剛就這樣 之後整隻這樣抽出來的 表示什麼 它有夠新鮮 一定是新鮮才有辦法整隻這樣子留在上面 要不然的話 早就這樣子黏那個殼 黏那個殼 就變成這樣稀稀酥酥的 好 現在我就先吃原味好不好 哇 哇 你光是咬下去 它就沒有螃蟹的鮮甜出來 你看它去你看 它的肉其實很緊密 好扎實喔 可是大哥問題是 現在怎麼辦啊 我吃完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邊怎麼辦呢 這個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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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耳環嗎 一定要把它敲破 敲破 這樣敲破 不是啦 你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我幫你弄一下 好 早說嘛 你們看看我手上 都是蟹的汁 對 原味真的好吃啦 我跟你講阿美族就愛吃原味 好 我現在要沉沉的把它們剝開 然後剝開的時候 千萬不行浪費 因為上面就還有一些些 這算是什麼啊 反正是螃蟹很好吃的東西 它真的是很新鮮的 才會有這個鮮甜感 要不然有些不新鮮的 它的汁其實就不會有那麼多 好 我現在要把它出來囉 你看看 好扯喔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你看它有多大 我的大拇指是不是也沒有太大 沒有耶 你看 它比我的大拇指還誇張耶 熬你真厲害 熬... 熬... 喂 聖宇大哥 你怎麼這樣啦 沒聽過吃蚌蝦大嗎 我都已經喊進去 踏取到蟹熬的鮮甜了 居然臨陣喊咖 還要我硬生生把它抽出來 這樣真的很缺德耶 拜託一下啦 就剩這一口 讓我接著把它吃乾淨 可以給外面待會兒另外一隻 再補吧 謝謝啦 太好吃了 而且它的肉是很有彈性的 就是你在嘴巴的時候 咀嚼的時候 你就這樣 很彈耶 你們知道有多彈牙嗎 你看喔 我在咬一口 小刀殼了啦 這就代表人不一定太貪心 跟你們講 太貪心就是有這種後果 因為肉質 它也很不像一般的螃蟹的肉 一般螃蟹的肉會這樣一絲一絲 然後有點鬆散對不對 它完全沒有耶 為什麼呢 大概兩個禮拜的話 大概兩個禮拜的話 都要換殼了 所以說它的裡面的熱的話 不會那麼豐滿 所以說豐滿的時候 就會一絲一絲的 不誇張 真的是好吃到我差點連殼 都要一起吞下去了 雖然大哥說 現在不是蟹肉最飽滿的季節 不過卻是口感最結實 最Q彈的時候 真的和我們平常吃到的螃蟹 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滋味 這樣子 聽到這個聲音好棒喔 你看看裡面 你看這個蟹有多飛美 你看 這邊是肉 這邊也是肉耶 它是整個肉已經布滿了 而且大哥說今天那還在換殼 所以這已經不算是最豐滿 好 我現在來吃吃看 它是不是跟那個熬的口感不太一樣 好好吃喔 真的不太一樣耶 怎麼樣的不一樣呢 我覺得我才要吃多一點 我才有辦法跟你們講 我開玩笑的 唉唷 跟你們講 大哥就是這樣子 熱情管帶 光是腳耶 我的小妞妞 有沒有看到 小母子 這麼大 那麼吃一口 讓你試試看啦 好不好 我剛剛已經吃了非常的 要沾 沾辣 辣醬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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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是吃 看到它吃 我就後悔讓它吃了 好吃嗎 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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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甜 你看看... 平常咱們吃這種螃蟹 哪有人會注意到蟹餃啦 都也丟掉當肥料 沒想到這裡的蟹餃肉 都可以說得上 是小型的帝王蟹餃了耶 也太... 太肥美了啦 喜歡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弄好禮活動喔